另外来看总统提名的大法官人选许志雄 今天来到立法院接受立委咨询 独派色彩非常明显的他 由于过去主张两国论 所以这次是被国民党立委穷追猛打 先是问他说 未来是否还会支持两国论呢 许志雄表示说 那是他当学者时的发言 接着蓝纹又问了 愿不愿意唱国歌呢 许志雄回答说 无法违背良心 为我国民主宪政的发展 奉献心力 谢谢 大法官被提命人许志雄 上台一举功接受立委咨询 不过大家对他的法学专业 不怎么关心 反倒是过去担任学者期间 主张的两国论 让立委很有兴趣 你赞成台湾跟中国两岸关系条例 你赞成用这个名称吗 这是立法政策问题 不是我在这里能够 你个人是完全在过去里面 是支持这样的名称嘛 对不对 作为学者我支持 但是在今天站在这里 我要考虑我的立场 身份不同不再做相关评论 但是国民党立委没有就此放过 继续主攻国家认同问题 你愿不愿意唱国歌 人不能违背良心 你愿不愿意吗 国歌的第一句话 这三民主义 问题三民主义里面的问题很多 栏尾批评不认同中华民国的大法官 又要如何捍卫中华民国宪法 未来的视线也可能因此产生问题 大法官被提名人审查被询 俨然成为国家定位辩论场 至于另一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张琼文 也对其他敏感议题大方表态 我觉得用通奸罪呢 来维系一个婚姻 其实那个是 那被维系的是表面的 公开支持通奸除罪化 同性婚姻也赞同 身为唯一一名女性大法官提名人 表达自己没有界定立场 安全室的回答也避免被多做解读 欢迎新闻苏云筐黄云成台北报导